通往成功的路往往荆棘密布 但仍然会有很多很多勇敢的人义无反顾 而编剧刘和平就是迎难而上的人 他的第一部编剧作品《雍正王朝》就大获成功 直接斩获最佳编剧奖 《雍正王朝》改编自知名作家二月和的小说《雍正皇帝》 已经出版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很受群众的喜欢 当时央视看上了想要拍成电视剧 找了好几个人都没有办法把小说改成电视剧 最后选中了对历史很有研究的刘和平 而刘和平之前是写舞台剧的 至此《雍正王朝》也成了刘和平唯一一部改编的剧本 之后刘和平的剧本都是自己原创的 因此这次和二月和的合作经历也是让刘和平十分难忘 二月和并没有对改编进行过多的干预 因此刘和平当时的创作十分自由 由于二月和在创作小说时 被历史资料的收集十分的丰富 其中有正史也有清淡野史 因此刘和平在创作的过程中 觉得好的都保留了下来 而看过去的都会发现 电视剧《雍正王朝》被比原著小说《雍正皇帝》 在野史的内容上做了大量的删解 如果说别人的改编要求高度还原原著 那么刘和平老师的语改编是从原著的结尾出发 构建家国一体的主题思想 刘和平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 在写《雍正王朝》时 我对帝王的认识还存留在托尔斯泰那个哲学命题上 帝王是历史最大的奴隶 因此刘和平给雍正杀子时设计了一段台词 有江山就不能有我 有我便不能有家 而改编《雍正王朝》 刘和平虽然要说到小说的纸约 作者二月和是个很尊重历史的人 因此在剧中对八月的改编上 和刘和平是有不同的意见 历史上雍正三年八月党就全部倒台了 小说中至此再也没有八月的戏 但刘和平却大胆感应 八月一直活到了最后一集 在刘和平看来 忘记了历史是因为要记住 文艺作品没必要那么严格的根据历史 很多年过去 雍正王朝依然被看成是历史剧的标杆 仅仅是顾问团队就大咖云记 里面还有一位特殊的人物 爱心觉罗 玉衡是公亲王 一心的后代 后来这部剧大火之后 为了表示对编剧刘和平的感谢 刻意带着爱心觉罗家族 在北京松河楼摆了宴席 结果却被刘和平谢绝了 刘和平的解释更绝 我不想让人觉得 我写的那部剧 是在为你们爱心觉罗家洗白 这文化人说话就是不一样 剧名叫雍正王朝 那么雍正就是剧里的核心人物 因此一开始在选角的时候 团队就十分的紧张 最开始看上的演员是张峰毅 觉得张峰毅身上有男子汉的艳气 而唐国强则出演八年 但唐国强是书粉 一心响眼雍正 导演团队始终觉得 唐国强身上的文人气息太真 但最后唐国强 还是拿下了雍正眼 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开机在即 张峰毅突然来不了 他要去救场 陈凯歌打电话 找他演金科此秦王 原来的演员江文不远 就这样张峰毅做过了雍正这个角色 以至于后来在采访中 张峰毅多次表示自己最后悔的 就是当初没有选择拍雍正王朝 虽然后来也在《青宫戏如鱼卷》中 出演了雍正皇帝一决 但终究还是不一样的 这个雍正和那个雍正肯定是不能比的 你敢相信吗 经典剧集雍正王朝中雍正的扮演者唐国强 竟然定阅之前被剧组多次拒绝 当时剧组定了他演八爷 雍正的扮演者是张峰毅 但唐国强一心想演雍正 并且多次努力争取 原来唐国强一直想要突破自己 不断开拓自己的戏路 从他说想要演雍正的时候 就被导演组拒绝了 但他并没有放弃 一边准备雍正的戏 一边阅读大量的资料 对人物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 临开机前 唐国强还在向导演强烈的推荐自己 不断的说自己对角色的理解 虽然唐国强的努力让很多人动工 但导演组依然没有达成统一意见 还是决定不还 结果原定主演张峰毅突然来不了 剧组又找人试戏 唐国强再次提出要演雍正 还参加了试戏 穿上戏服的唐国强彻底征服了大家 为此导演组立马决定圆了他的梦 如此一来 八一的演员就有了孔缺 唐国强又向剧组推荐了自己的好友王慧春 从此王慧春成了王爷专业 而唐国强为了演好雍正的角色 他就提前被开撕 从走戏到正式开拍 从不让人提死 就连雍正的长篇大路 他也能彻底完成 因为台词技术了 只需要在表演的时候 注意情绪的把握就行了 从夏天到冬天 唐国强坚持不及 最终无负期待 为观众奉献了精彩的表演 好小说好几本 好导演好演员 这才达到了一部不朽的经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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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